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生就备受恩宠 一再魄力为其封号封地 让其成为乾隆最为恒爱的金之玉界 根据青史稿的记载 光主性刚毅 能弯刀弓 少长男装随上角裂 摄露立面 上大喜 赏赐优厚 乾隆甚至还曾说过 如者为皇子 朕必因如厨也 能够得到乾隆爷这样的评价 由此可见 孤伦和孝公主在 乾隆爷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地高贵 而孤伦和孝公主 不仅得到了父亲乾隆爷的疼爱 在其兄弟姐妹之间 也是最受宠的那一个 当然了 乾隆最疼爱自己的小女儿 就必定会找一个可靠的婆家 由于和珅是乾隆身边的红人 而和珅的儿子 纽护露封申殷德 就是一个很理想的人选 封申殷德 浩天诀 善小诗 俊义可喜 想必乾隆听了这样的评价 一定会很心动吧 因此 在孤伦和孝公主十五岁的时候 乾隆就为孤伦和孝公主和纽护露封申殷德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所赏赐的东西 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礼仪和规制 由此可见 在乾隆爷的心目中 自己的宝贝女儿对于自己是何等地重要 而在纽护露封申殷德与公主结婚之后 还算是比较恩爱的一对 虽然历史上有很多的政治婚姻 最终的结局都不大美妙 但是对于这一对来说 确实是天作之和 首先是公主本身就比较 总是 很贤惠 没有什么架子 不像其他公主那样飞扬跋扈 即使面对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公共和身 也是通过自己的丈夫扭护露封申殷德进行好言详券 而不是利用自己的身份进行讥讽 根据《孝廷叙录》记载师父马氏和乡氏颇骄纵 公主曰 汝翁受皇妇厚德 毫无报称 为惠日章 无待为辱佑 他日恐身家不保 无力遭辱累 然后 和身对于公主的劝解并不以为意 以为有了乾隆这个大靠山 还是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随着乾隆爷的去世 和身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 被家庆抄了家 还被刺死 虽然有了顾伦和孝公主的极力争取 丈夫扭护露封申殷德 并没有和身的倒台受到更多的牵连 但是 在扭护露封申殷德的心里面 还是很不舒服 就把满腔的怨气发泄到了公主的身上 甚至偷偷的外面养请了小老婆 而孤伦和孝公主知道之后 并没有去责怪自己的丈夫 反而对她的遭遇很是不安 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被家庆帝发配到边疆时 还不顾自己的面子去向自己的哥哥求情 尽管这样做并没有改变什么 丈夫还是被发配到了乌里亚苏台 后来还死在那里 由于明清时期 公主都是不能够改嫁的 所以 孤伦和孝公主就带着跟丈夫生育下的儿女过活 一直活到了四十九岁才去世 虽然孤伦和孝公主婚后的生活 因为丈夫家的重大变故而发生了变化 但是 不管是家庆帝还是后来的道光帝 都对孤伦和孝公主多番照顾 也算是最为完美的结局了 参考资料 孝庭序录 轻时搞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参考资料 探索赏料 继续 参考资料 绕 Christ 这次参考资料 淺族 参考资料 探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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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族线